由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另外几个州的天然气产量大大提升 美国的能源前景看起来一片光明 可是美国使用能源最多的产业、交通运输业 却还是主要依赖石油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长丹尼尔·埃克森说 给消费者家中安装为汽车添加天然气的设施 也许能够有助于解决依赖石油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我们销售产品增加利润 我们肯定会去做 不过埃克森说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 除非美国政府支持在全国范围建立更多的加油站 能源产业必须有政府的奖励 刺激他们修建必须的基础设施 而我们无法掌控这一部分 没有基础设施的支持 我们就不能生产相关的汽车 目前以天然气为燃料的汽车和卡车的价格 都特别昂贵 美国石油协会首席经济师约翰·菲尔米说 任何变化都需要先从大型商业汽车的转型开始 家用汽车的价格要比传统汽车贵很多 消费者很难在燃料上收回买车所花的钱 现在运输车队和载重卡车有机会转型 菲尔米还认为推动液化天然气出口 可以刺激天然气生产商扩大生产 如果你现在观察全国范围内的天然气项目 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天然气 勘探性的钻井活动 但却很难看到开发性的钻井 因为价格相对太低 他说出口液化天然气有利于美国削减贸易赤字 制造更多的工作 对消费者的天然气账单只会造成很小的影响 这一发展不仅有利于美国 也有利于其他国家 俄罗斯深冷机械公司的斯密尔诺夫说 他们希望向美国公司出售液化天然气设备 我们很幸福 因为这将大大提高出售天然气的私营产商人数 和私人消费者的人数 他们只需要较少量的将天然气液化 很多国家的能源官员前期开会 学习如何扩张他们的生产能力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这是一条消灭贫困的途径 拥有能源 你就可以发电 供电 就能带来发展 专家们说 世界各国为迎接未来对能源的需求 需要各种形态的能源 包括石油 天然气 煤炭与可再生能源 那么你不想看 million人 就是了解 一点 哎呀 Evapor